Yes, I see! 三藩市華埠 Salesforce創始人為斯提安站台 10月21日星期日下午 數百人舉著支持斯提安的標語牌 組了在華埠法源角 而其中一個受到熱烈歡迎的演講者 就是Mark Benioff Salesforce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 Let's give it up for our hero, 英雄 Mark Benioff 斯提安是針對年收入超過五千萬的大企業 向他們徵收總收入0.5%的稅 Mark Benioff 就是斯提安最大的支持者之一 如果我們把我們的街址變成我們的家庭 在華盛頓中和全城市 我會說不 不僅他捐出了兩百萬支持斯提安 最近在推特上 推特首席執行官Jack Dawsey還反對斯提安 認為斯提安導致不公平的商業競爭 Mark Benioff還提問反擊 引發了全國的關注 以Salesforce為例 大概會交一千萬的稅 這一筆錢將會用到建造更多負擔房屋 和解決無家後歸者的問題 他表示之前投入的錢 沒有達到可以解決問題的數目 到場支持的還有許多社區人士 華埠散方家庭代表 還有市參與佩斯金和金證研 佩斯金表示華埠一直都受到 無家可歸者問題的滋擾 另外華埠有一半的居民都住在散房內 一筆稅收也可以增加何負擔房屋 究竟現在市府投入到解決無家可歸者問題的經費是否足夠 市參與金證研說 對比起其他城市 三盆市人均投入不足 有約7000人 有約7000人 居住在街上每個晚上 但有約20,000人 居住在街上每個晚上 過一年 所以當你分析100萬元 分析20萬元 我們分析100萬元 每個人分析100萬元 那不足夠 紐約市都分析很多 最後Mark Benioff說 要通過提案 需要很多運氣 於是大家都去了吃Fortune Cookies 運運餅 祝願整個提案 可以順利通過 天后惠斯記者梁希娜報道 謝謝 謝謝